1月14日,即是下星期五 香港政府會就著2023年申辦亞運會 向立法會申請60億元撥款 Wendy,你怎樣看 一個人要有目標,一個城市也要有目標 何況這麼健康的目標,我們當然要舉手贊成 而且可以提升香港的國際形象 有目標的項目還有一個叫毅力十二愛心跑 馬上看看 不知道大家以2010年的隨即怎樣倒數 一群運動建議就用一個很特別的方法慶祝 就是一邊跑步一邊倒數 由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舉辦的毅力十二愛心跑 每年12月31日舉行 而今年,第10周年當然要回到香港體育學院 每年這個活動都會得到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 除了特首曾蔭權會到場做主題嘉賓外 一群香港精英運動員和國內名將 都會到場為參賽者打氣 因為今天是2010年的最後一天 我覺得這一天我過得非常有意義 而且聽說這個活動已經有十年了 我想十年下來不容易 每一年可能都會有不同的故事 今天我能夠參與到這個故事當中 我覺得很高興 我覺得特別有意義 而且非常的與眾不同 因為大家都是來自不同的行業 這樣以一種運動的方式去迎接2001年 而且在運動的同時又能擠得很多的善款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這個運動不僅是健身而且對人的毅力 他的品質都會有一定的考驗 是一個挑戰自我 戰勝自我的過程 除了跑步之外 大會還設有愛心超市 愛心小食亭和愛心點唱站 阿寶還幫忙買出一輛單車 其實這輛單車是單車公司贊助我們 其實我只要做一個推銷 很多人都很支持這個活動 其實一輛單車不夠 好玩 因為上一年我之前有幫忙移賣一些物品出去 亦都幫忙叫別人去捐錢 那我覺得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那我也很開心 首先第一就是一個運動活動 而又籌款的我覺得很有意義 另一件事就是 光顧愛心超市 做善事 智英運動員協會很好 他們就籌備了 今次《毅力十二愛心跑》 將所有的善款是會捐助給再生會 以及智英運動員全線基金 我都希望憑著這筆款項 繼續幫助有需要的長期病患者 玩得很開心 這麼多年都為同一群朋友在一起 亦都為人籌到錢 我也很開心 今年的愛心跑 一共有八十多隊參賽者 場面非常熱鬧 參加這個愛心跑 可以說是一舉三得 既可以一邊做運動 一邊做善事之外 還可以一邊倒數 希望大家都有機會參加這個比賽 你不認識到我,我會有機會 你不認識到我,你不認識到你 你會認識到你 你會認識到你 对我證明 很多地方都… 如果你覺得你也認識到你 真的嗎?我認識到你 你認識到你 我認識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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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挺不錯的成績 是否因為練習斜路很多 其實時間是一般的 不過跑渣打馬拉松 無論是半馬或全馬 在最後那段都會有在西水出來 然後在上環和中環有很多上落斜 所以你訓練的時候 最好就包括斜路 那我們今天怎樣跑 今天這個路段不是我設計的 是我的朋友設計的 我也叫他們一起跑 不如叫他們跟你說說 好 來了,Catherine 你好,Wendy 你好 我想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路段應該怎樣跑 好,今天我們跑的這段路 叫做梅子林路 梅子林路其實有一個特色 它會有四段斜路 不是一次過上四個斜路 它會跑一段斜路,平一段 然後再跑 是一個挺好的肌肉訓練 這條路大概有2公斤上 2公斤下跌 大概來回4公斤 你今天要跑多遠 最主要跑8公斤 8公斤?那對 這段路我們可以跑兩次了 那跑這段路有甚麼要注意 說明跑斜路 最重要是我們不要衝得太快 我們密密步上 應該沒問題可以跑得完 好,那我跟著你跑吧 好,我們一起去吧 Catherine,其實這條跑道 這條路有四個的上斜路 其實有沒有特別的戰術呢 嗯,都有的 因為有四段這麼斜路 變成你每一段都不可以太快 當你氣喘的時候 你就要收慢一點 你才會再有氣跑上去 我看到很多人跑武器的時候 都會倒下頭 而且身體簡直是軟了一點 那這件事是否要有甚麼要注意呢 亂攻蝦米這樣跑呢 其實你就吸不到那麼多氣 你回氣的時候就會比較慢 我們通常跑斜路期間 都會是身體有一點微傾向前面 然後就會密密步地 用腳尖或者所謂的腳前掌 去跑上去 對,我都看過頭抬起一點 吸氣會舒服一點 嗯 那其實下斜路呢 下斜路有甚麼不同 下斜路基本上我們都會比較大步一點 因為斜路 你也會有向前傾的感覺 我們通常就會 個人保持身直 未必一定要要靠後 因為你如果保持身直的時候 當你下斜的時候 你的步伏會大了 也會快了 Kathryn 其實你也很健身 你何時開始有練跑這個習慣 其實已經十年前 已經開始有練跑這個習慣 因為練跑一來對身體好 你多做一些運動 二來每一次跑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有些東西你會學到 那你何時開始參加馬拉松比賽 我最先參加的時候不是馬拉松的 我最先參加都是一些十公里跑 後來就一步一步上半馬拉松 然後就參加全馬拉松 第一次參加馬拉松都要數到很久了 又是2001年開始參加第一次的馬拉松 當年那個時候也挺健身的 那個紀錄都是三個小時五十分左右 那我就完成了第一次的馬拉松 對呀 Kathryn 其實可能很多人覺得 馬拉松是一個很苦悶的運動 因為要跑這麼遠 其實有甚麼動力令到你可以跑到今時今日呢 其實跑步一點都不悶 因為其實你跑每一段路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那當然你一路跑的時候 你自己要有目標 如果你沒有目標的話 就算你不跑馬拉松 你不跑任何跑步 你都會覺得運動是一件悶的事 那你自己有沒有試過想放棄 有一段時間你的人會覺得很低迷 你跑一下覺得有甚麼目標呢 但是如果你找到你真正想要的目標的時候 其實跑步是可以令到你增加你的自信心 還有你每一次跑的時候 因為有時間的 那那個時間其實是你一個推動力 嗯 我知道你也參加過很多在外國舉行的馬拉松比賽 那有哪個比賽是最深刻的 我最近剛剛在10月31號 就跑過雅典的馬拉松 那你知道其實雅典馬拉松是馬拉松的發源地 所以我跑的時候的心情都很興奮 而且那條路是比較艱苦的 因為它的路程都比較斜 所以跑馬拉松其實真的要靠一個意志去克服 那你接下來的跑馬拉松的目標是甚麼 那我接下來跑馬拉松的目標 就是我希望我在三個半小時內完成 而且我們除了香港之外 都會去其他國家去比賽 我們接下來就想去德國參加這個馬拉松比賽 快點跑進來了 怎樣了?Shirley 跑完8公斤了 有甚麼感覺? 平時我常常跑跑步機 很少跑斜路 今天跑完之後我發現真的很不一樣 原來跑斜路是有個特別的技術要求 或者要提腿的 而且多數用腳前掌地下地會有力量 是的 還有一群人跑的感覺就好像特別容易跑完 譬如有時候你累了 有人在這裡幫你做 打氣 幫你搖一下背部 真的能幫到很多 我們將來可以多出來練跑 好… 他跑全馬,我和你跑半馬 應該沒問題了,二元二手好 好,加油… 參加了半馬和全馬的朋友 從第七週開始 訓練量就加強了 一星期要跑夠三天 給大家一點建議跑手 如果你準備了一雙新的運動鞋 去參加馬拉松比賽的時候 我會建議大家在比賽前 用你的新鞋去跑一個比較短的距離 例如五公里左右 等到雙腳習慣了 你對新鞋的軟硬程度、大小 這樣的話 你再用你的新鞋去參加比賽的時候 就會發揮得比較理想 六個星期了 大家應該準備到最後階段 應該已經可以準備充斥了 大家繼續努力 跑步如人生,永安直前,永不放棄 由1月10日開始 逢星期一至星期 五日晚上9時25分 在J2台有跑出信念的節目 有各界人士跟大家分享長跑的樂趣 我們下集完 我們下集完